圣帕特里克节 圣帕特里克节 英文是St. Patrick's Day 这个节日源于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 当地居民把巨星生活在第五世纪的圣帕特里克当成他们的守护神 时至今日 3月17号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成为爱尔兰的国庆节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居民称自己为爱尔兰后裔 他们的祖先一百多年前把圣帕特里克节传统带到美国 我现在在维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郡的一个乡村俱乐部 当地官员帕特里克哈里提邀请我们参加他一年一度主办的圣帕特里克派对 我们现在就入境随俗带上绿色的装饰品 一起去参加派对吧 走进大厅一片绿意盎然 窗户上也贴了爱尔兰幸运草图形 当地居民邪老服幼呼朋引伴前来参加当地官员 菲尔法克斯郡监督委员哈里提所举办的派对 哈里提本人是第四代爱尔兰后裔 美国有很多爱尔兰移民 这是一个跟随我们的节日 庆祝传统是一件很棒的事 不过在圣帕特里克节不需要是爱尔兰后裔也可以一起庆祝 我喜欢庆祝所有节日但圣帕特里克节很特别 为什么特别呢 你可以当爱尔兰人呢 我有爱尔兰血统 但是在圣帕特里克节这天 每个人都是爱尔兰人 琼安是爱尔兰后裔 他告诉我们这个节日的由来 圣帕特里克节是为了纪念爱尔兰守护圣人 圣帕特里克 这是为了庆祝天主教这个信仰 这也是个派对 如果你穿绿色 我们就知道 你是一个很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 圣帕特里克节派对 少不了轻快悦耳的爱尔兰传统音乐 维恩乔丹有十几年在爱尔兰酒吧表演的经验 他介绍说 爱尔兰移民一百多年前到美国来时 美国人把他们看成外来移民 认为他们有奇怪的衣服和口音 爱尔兰移民遭到许多歧视 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 许多爱尔兰移民靠努力 在地方消防队警察局担任重要职务 成为社区的基石 爱尔兰民间故事民谣也就跟着传播开来了 爱尔兰音乐是一种非常具有参与性的音乐 人们通常学会歌词 他们知道每首歌怎么唱 有时候会跟着唱 他们还知道特定歌曲有不同的拍手节奏 有的时候还会文歌起舞 甚至把歌词演出来 所以权势爱尔兰民谣有很多不同方式 虽然这是一个节日派对 但是在大选年也少不了政治色彩 共和党员哈利提今年要在地方选举中竞选连任 他通过这个派对为竞选活动募款 和你的支持者一起庆祝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每年都举办这个派对 这是一个老少咸一的家庭活动 我的支持者带他们的家人前来参加 我们有爱尔兰食物 爱尔兰舞蹈 这是一个很热闹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传统 参加圣帕特里克结派对 传统爱尔兰食物不可少 在会场上 乡村俱乐部主厨弗朗西斯科乌黑托 忙着给宾客切传统爱尔兰食物 咸牛肉 这是咸牛肉 我们把这些牛肉用浓盐水浸泡六个月 今天早晨拿出来烤 这是芥末萝卜酱 这是芥末 还有卷心菜 传统上这些菜和咸牛肉配在一起吃 俱乐部主厨乌黑托说 顾客对咸牛肉的需求量太大了 俱乐部的厨房整个星期甚至整个月 都在做这些爱尔兰传统食物 终于拿到我的爱尔兰晚餐了 咸牛肉还有卷心菜 真好吃 酒足范堡 十一岁的雪安 九岁的夏绿蒂 七岁的格莱格 姐弟三人组 为来宾表演传统爱尔兰舞蹈 十一岁的雪安是维吉尼亚州居民 她学习爱尔兰民俗舞蹈已经有五年的经验 可以说是个小专家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会跳爱尔兰传统舞蹈 我看到了很喜欢 她现在是在一家爱尔兰舞蹈学校学的 我决定加入 从那时候就一直跳到现在了 雪安的弟弟妹妹都受到她的影响 也都爱上了爱尔兰传统舞蹈 他们说希望有一天能到爱尔兰和当地民众一起跳舞 啤酒 美食 爱尔兰音乐 爱尔兰舞蹈 不需要去爱尔兰 也可以通过圣帕特里克结拜队 感受到这个热闹有趣的传统 美国瓦啊统记者张松霖 张佩芝 为吉尼亚州采访报道 美国瓦